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说没想 2016总统大选 听起来感觉好像还很远 但事实上 我告诉你 再过不到十个月就要投票了 民进党方面几乎已经确定 将会是由主席蔡英文卷土重来 走完这最后的一里路 而至于国民党方面 在历经九合一财败之后 元气大伤 连政治前途最被看好的朱立伦 去年底都已经在推头土脸 还有谁能够出面立委黄澜 难道国民党 就这样子眼睁睁地等待 政党人体的发生吗 朱立伦在接下党主席之后 看到他动作很不平 这似乎在宣示着 国民党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不战而降 特别是我们看到 最近他出访新加坡 还有香港的行程 更是透露出 非常不寻常的政治意涵 表面上朱立伦她是以新北市长身份出发 推销观光 但是有些行程呢 却又故意搞得神秘兮兮的 她在新加坡 见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她到了香港 和特首梁真音参许 过程保密 但事后却又公开 这就相当耐人寻味了 而她的岳父在她出国期间 则是在台湾宴请了前省议会的议员们 翁续良动作频频 因此也被媒体解读 2016目前看来 朱立伦似乎是选定了 尽管我们都记得朱立伦曾经说过 新北市长他连任之后会坐满 但那又如何呢 当私人不出 乃苍生河的气氛成熟了 朱立伦想不选都不行了 我们来看看这两份 在农历春节之前所做的民调数字 究竟透露出什么玄机呢 首先来看这是苹果日报 如果明天就是总统大选 你会投给选 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 不管是推谁出来选 蔡英文他都遥遥领先 就算是朱立伦 他都输了19个百分点 不过再来看到 TPBS的这份民调就有意思 朱立伦只小输蔡英文 两个百分点 感觉上英文对决的气氛 似乎是逊凌利 这似乎就给了焦虑的泛蓝支持者 一线的希望 如果朱立伦愿意踢挂上阵 2016未必是没有希望的 这就是朱立伦 他在等待的东风吗 我们来看资讞记者 林鼎涵志海 翁英俊以及林鼎涵的分析 他在线接下国民党党主席不到两个月 朱立伦就顶着新北市长头衔 展开五天四夜新港旋风行 主题推观光 但除了旅展 朱立伦几乎神龙见首不见尾 总能摆脱大批媒体包围 行程机密 低调 甚至一发现有媒体跟车 还立刻紧急下车 要记者别跟了 这么紧张 到底是去见了谁 我有很多老朋友 那有时候进去老朋友 很自然的会见 有可能跟官方这边来做接触吗 我想所有的老朋友 该见的会见 反正该见的都会见 朱立伦保密到家 滴水不漏 谁知他前脚才刚离开新加坡 就被对方拨上了礼书 而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一张侧拍 镜头写下两人轻松对坐 自在又开怀 李显龙还拨文 说双方讨论的是台湾和区域发展 而此时此刻朱立伦已经飞到香港 准备面见另外一位重量节目 两人就在这间酒店的三楼 会面近一个半小时 虽然晚夜不开放采访 不过特首梁正英是先行走了出来 居员则是晚了15分钟 有没有跟北京的传话力吗 怎么可能啊 只要是政治记者就会知道 他一定会剩下这两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他是国民党当主席 因为他是可能参选2016的总统 你参选的 但是因为有高度的敏感 所以呢 他不会对外来公开 可是呢 对外不公开的行程 在见面之后 再用透过香港政府对外的管道 跟李显龙的脸书的方式 证实他们有会面 他就带来了那个credit 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一场市政之旅 可是实际上呢 却是朱立伦在累积 他的政治能量之力 这是非常必要的 而且呢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SOP 朱立伦这样做 马英九这样做 蔡英文也这样做 还有谢长勤都是 我们把时间的纵轴拉长 2007年7月 马英九选总统之前 就先去了趟印度 再绕到新加坡 同一年和苏贞昌搭档参选 正副总统的谢长勤 也跑到新加坡 和前总理李光耀会面 同样上了新加坡 第一华文报纸联合早报 出访提高政治声望 出口转内销 早就成了台湾政治人物 选总统前的套套共识 我觉得这一间总理 都会在今天几时见到 还是在一个几时 老朋友反正这两间都会见到 我想所有的老朋友 该见的会见 他不会让你知道 也不会让你拍到 可是事后呢 一定会让大家看到 这就是重点 那从那次以后 他回到台湾 他的政治能量累积 2008年 他就选上总统了 可是不要忘记 当时他并不是 国民党的当主席 而且他是个现任的市长 甚至呢 他是一个 在特别被案被起诉的人 可是他还是去了新加坡 去那里光耀跟李显龙 然后他就有资格来参议 并不是说你去了新加坡就可以 是你去了 而对方就去见了 这才是重点 然而比起到新加坡老友会 到香港和特首见面 其实更加敏感 有人说你这次来香港 是会北京做 我们的一定要去北京打算吗 谢谢你啊 这个常常来香港 你应该欢迎我更常来香港 对 北京也有没有 没有 不可能 也就是说梁振英跟香港的中联办的人 是北京的中南海的这个领导层 直接派出在香港的这个干部 那他跟梁振英见面 等于是跟北京市说说 我们是可以对话的 所以这次大家所看到的 李显龙跟梁振英 还是我们看到的 我相信有人没有看到 我相信有一些他不愿意对外走 而那个人或是那一些代表 可能跟北京的高层人直接的管道 下一步就是主席会 若主席会真有骨国共两党 最高领导人破冰会谈 绝对是世界头条 朱立伦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就算没有 他也已经和新港的权力顶峰 平起平坐 朱立伦前脚才出访 岳父高预仁马上在台湾 宴请前省立会议员逛年会 拖了这么长的路 他真的不选总统了 国民党 基本上现在需要的是团队的力量 那团队的力量 作为一位 才担任主席到今天 一个半月吧 一个半月吧 一个半月左右吧 主席来讲的话 第一个 当然希望能够团结内部 选龙待放 继生跳 飞龙在天 朱立伦他的身体里面有两个灵魂 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朱立伦 一个立伦两种意志 是他双子座的个性 一个是要选总统的朱立伦 一个是不要选总统的朱立伦 而这两个人可以和平相处 这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重点是 你的问题是朱立伦会不会选任的 以今天我们来看 他是要选的 可是他也有可能 在最后的一个关键时刻决定不选 第一个党内需要 第二个民意支持 第三个胜券在握 如果这三个条件成熟 我相信朱立伦会参选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首先立伦马上面临选举 当然需要国民党声势最强的朱立伦缩码 以基带小鸡 但九合一败选 朱立伦自己都差点保不住 如果没有看到国民党明显从谷底翻身 还也不能贸然参选 留下败给蔡英文的记录 还让诚信被打上问号 然而民意如流水 没有不可 如果国民党的声势在九合一已经到谷底 那么到谷底之后就要翻身 他就有可能会拉回来 徐家清的阿扁收集时宜的 这个话题刚刚开始发酵 蔡英文可能不是 在领导一个团结来俱乐 第二个 也因为九合一国民党输得太惨 太多人都想要选 而会造成裂痕 而这不是国民党的裂痕 是非国民党设立的裂痕 而且选市长他就不能够有任何模模空间 他讲过了 做就要做满 就要做好 就要做四年 但他现在不做四年 跑掉了 怎么说 个人的信用都破产了 所以他必须要有民意支持 他必须要有百万的国民党党员 每天不断地在媒体 在这个政兵节目呼喊他 拜托他 请求他 出来就答 我对我自己毁约 可是我对的国家 我对得起 这是一个平衡 小我跟大我的问题 比赛之前问一个球队的总教练说 如果你们失落这场比赛 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我想大部分的总教练会给你一个白眼 即使外界都不看好国民党能在2016保住政权 朱立伦显然也没放弃参赛权 身为球员兼教练 他早已不是过去那颗乖乖任人摆放的棋子 一趟新港行 看他运筹帷幄 万事俱备 静待东风 不管选或不选 都是要上到大位 朱立伦选总统 迟早的事情 问题是何时要选 对他来说最有把握呢 这个时间点 有的时候是需要自己去创造的 朱立伦在接下党主席之后 他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取得党内各个山头派系的支持 其中王金平的党籍案 他必须做个了断 在不害马英九撕破脸的情况之下 朱立伦他有可能办得到吗 王金平院长确认 为本党同事并无一意 声音洪亮表情没有一丝勉强 朱立伦亲自宣布 王金平的党籍案不上诉 甚至露出淡淡微笑 像是在向王金平温情喊话 来 大家 谢谢主席诉酒 来 来 大家干一杯 你见我 我敬你 酒杯亲碰敲开了马王郑睁 那弥漫好久的乌烟瘴气 却激怒了马前主席 短短三小时内 他发出签字声明 痛批国民党相怨或悉尼 他失望 不能认同 他很生气 而且非常不谅解 所以立刻招来他的幕僚 写了那份声明 他请幕僚 透过我总统府联议会 我是总统府联议会会长 我说你怎么不找公共事务事发信 或者是找发言人马伟国 或者怎么样 不要 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声明 所以我一定要用个人的方式 来告诉所有的国人 我们必须要重视程序正义 与大势大飞 那不同的意见彼此尊重 就是你昨天开中常会之前 是没有跟总统先知会 还是他不知道你这个决定是不是 所以他生气 有没有先知会马总统 一听到这个问题 朱立伦嘴角命了一下 我想彼此不同的意见 要彼此尊重 有更多的说明吗 我想我已经讲了 我们必须重视程序正义 与大势大飞 明天大家放电灯吧 好 谢谢 好 好 好 谢谢 朱立伦坚持的是程序正义 大势大飞 那非要上诉到底 把王金平扫地出门的马前主席 又是在坚持什么 他们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看到蓝黑 一个看到白金 朱立伦看到的是 因为在那个党籍案的过程当中 马英九在考计会 决定要开除王金平党籍 之前有开记者会 要求党籍会 考计会一定要开除他 而这已经违反了 考计会的自主 党主席直接要求 所以程序不正义 因为这样 所以在法院会败诉 可是马英九就看到了 就是说 如果你不上诉的话 等于法院认证国民党考计会 没有权利动用考计 一定要盖全国的党籍办大会 那以后国民党 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做决定 他们两个看到了不同的点 而马英九是坚持他所坚持的 朱立伦的工作就是解套 因为他必须让国民党 继续往下走 2016即使总统输了 立委不能输太多 有没有不满 其实何必说得这么白呢 朱立伦才说了 明天两个人要一起放天灯 总统立刻宣布 许小千登行 放不住一轮鸽子 他跑到指南宫 心思不能再 有句话 就是说对人要有好心 但是有的时候好心 不一定有好抱 所以当这个时候 有人会说一句常常 狗腰与中兵 狗腰与中兵 不是好人这样 不是好人这样 对 来的人祝他平安快乐 那没来的呢 大过年的糟光敬影 隔了两天 3月2号 总统府召开 五人小组闭门会议 该出席的朱立伦 也不见得影 马英九有个性 朱立伦也不是没有 所以他也有一点怒气 所以他就决定 不去党政平台 也让你知道一下 或许你是总统 你是我的长辈 而且你提起过我 但现在我是党主席 如果你什么都要干预我 叫我要用你的方法 去做的话 或许我也会选择 就不听你自己做 他因为有事没有办法参加 所以就请一租长参加 那也已经都市前 跟总统府已经有请假了 你不跟我去元宵节 那我才不去你党政平台 为什么 因为朱立伦他不愿意做小矮人 我不愿意做儿皇帝 我也不是你的儿子党主席 互放鸽子像是在比谁比较硬 马朱翻脸似乎已经成了定局 前立委张硕文更是公开炮轰 马英九破坏团结 扬言联署开除他的党籍 你就不要去干预 如果你去干预 那我们就来提 这个开除马英九党籍 开除你的党籍之外 你可能还要辞总统 因为你当初是国民党提名的 那是不可能的是第一个 国民党人的特质 不可能把一个现任的总统 曾经做你党主席的 叫他退党的开除党籍 他没有犯很大的错 他只是要告王金平而已 那王金平有关说 当然有关说 好 那为什么是张硕文 还记不记得年盛文选举的时候 张硕文 张世纲都是他的发言人 选完开票当天晚上 或者第二天就开票打党 打党主席 就说你们整个党在扯后腿 积压到现在 逮住这个机会来呛他 三月了 台湾的天气几乎已经回暖 但是今天突然来了一股冷气团 低温只剩下12到13度 不过我们来看到 在国民党的智库前非常的火热 里面正在酝酿一股更大的火爆 院长等等 就今天特别来参加 因为等等会见到 马总统会担心就是互动 大家都很矚目这样子 不会 跟着不同也蛮自然的 心无挂爱就没有任何设定 马跟王之间我们认为 我们是支持出 够唱够得调 那现在要怎么样来几套 立委出席一场踊跃 还没入场就会抓着受访 媒体早已经秀到这场研讨会 气氛不寻常 每年立法院在开议之前 国民党都会召开立法行政研讨会 标记的政务官还有党籍立委来坐谈 要交流讨论如何推动法案 朱立伦他现在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他当然要出席 行政院长毛之国也不能够缺席 但是马总统呢 马总统已经是卸任的主席 所以他可以来也可以不来 特别是之前才因为王金平的党籍案 马英九把朱立伦臭脉一顿 这么尴尬的气氛之下 马总统他不但来了 而且还待到了最后一刻 我们来看这场精彩的公平大戏 这场立法行政研讨会 每年开议前都会召开 前几年总统兼主席的马英九 党务政务一把抓 当然列席 今年算已经交棒 朱立伦还是请他回党指导 表定中午之后才到 这节骨眼上他会来 中场休息 王金平笑逐言开 立委一个个主动上前打招呼 互动超热烈 往街上人家说他没有敌人 他真的没有敌人 每一次当立委选举 他是不分区 这次是第三任 那他的不分区 其实就是要做立法院长 所以在选举过程中间 他会全省走 然后去看这些候选人 每个候选人 比如30万 50万政治现金 所以他全省走一条 人情通通做到 当委员受到这种照顾的时候 我当然效忠你 现在不是说马总统 喜欢谁讨厌谁的问题 就是说党有党的规定 党知道怎么规定就怎么做 对不对 不能用个人的喜好 来管理一个党 党务交给朱立伦处理的 他专心国事的 我会拿出这个来给他看好不好 等一下你 我会讲这个 好不好 就在这个节哭演 上次主席中午又没有去 没有跟总统见面 我觉得会不会有点忧心 其实我目前两人的状况 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 恭迎总统 立临会场 时间都还没到 马英九就到了 跟朱立伦两个大男人 在小小的楼梯间并肩而行 一路讲悄悄话 事实上朱立伦早就先在门口 恭迎大家 马总统走进会场 走向台前 迎向他多次痛批 践踏司法尊严 早就已经不识认立法院 龙头的黄金平 两双手紧紧交握 所有媒体镜头跟着紧盯 两张脸都微妙变化 只见王金平抬起头 笑脸连向蛮久 两秒之后 他似乎想缩回手 马总统去握得更紧 两个人的笑都很到位 似乎是被台下热烈的掌声给感染 马总统又主动伸出了手 王金平右手一笔请他上座 这时朱立伦也来到台前 王金平轻轻地拍了朱立伦的手背 肢体动作显然更加轻易 而马总统呢 还在微笑地看着 拍下鼓掌的人群 他不爽会 但是你说会生气到翻脸 我觉得不会 所以他第二天还是去了 那个党政的那个协商 而且三个又在那边行李如鱼 那他们有问我说 他们可以笑得出来 我说你放心好了 政治人物立刻马上就笑得出来 政治人物实在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动物 想想看八年前 这些人要选立委的时候 是不是每个都去扒盘酒 抢着跟他拍照 拍不到还不得了了对不对 看到大家齐聚一堂 我心情感到非常的开心 以人民为中心 抛弃心中所有的旗舰 不同的想法 我们和气团结 共同为我们所有的国民来努力 谢谢大家 这番话在对谁说 那我们就像看到信号弹 为了党的团结 我们大家都应该忍耐一点 大家不要对不起我们党员团结 朱主席的智慧高人一等 团结合作 是正正合作 开开心心 共体国难 他们今年要选立委的党提名 蛮久没有影响力 影响的人是朱立伦 所以大家就去派朱立伦 那个刚刚主席一开始就讲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 那既然是家人的话 就要家合万事兴 那假如说家里的大人 夫妻经常在吵架 那在家庭里面成长的这些小孩 也会变成不良少年 要跟不良少女 那甚至也会离家出走 其实总统 我希望我想跟你讲一句话就说 我们不在乎你在乎什么 而立委为了要今年的选举 吓到了 那当然先想 你马英九拜托 你就不要再闹了这样子 其实我想政治人我很现实 真的是很恶心 我们讲的三个人眼很大 你去看下面那个眼才更大 今天主席坏人 明天就翻脸 这就是为什么李登辉 对国民党恨到这种程度 他做了12年的党主席 跟总统国民党 你知道吗 他一辞职下任 就没有人去看他了你知道吗 他何以自己跑到这种境地呢 你别讲说其他人了 你讲他自己人都跑了 自己人跑不是别人斗吧 全在他手中 金母冲不可一世 金母冲也要走了 罗志强也走了 不管是他个人真意还是怎么样 骑也走了 你自己人都走了 你怪谁啊 所以我是觉得马英九自己打开自己 那其他人 人马砸踏 好像千人骑万人踏的 干嘛 就是你自己造成的嘛 那在这种氛围之下 朱立文的个性就发挥机制啊 他小号了王金平啊 你要是这个时候 王金平来处理国民党 那你不用嘴巴讲什么家和万世新 他自然给你瞧到家和万世新 台下炮生龙龙 台上三个主角 很有趣也很有戏 马总统低着头 狂做笔记 马英九的那种成长过程 34岁当国民党副秘书长 国会议员 然后政党外交都是他去啊 然后在蒋经国这边当翻译 什么时候该笑 什么时候该生气 什么时候该严肃 你讲话他可以忍得住 然后他不要听的时候 他就假装写笔记 他也真的写你知道吗 你写的时候你就不太听了嘛 就这样子这样子写 所以你就看不出他的情绪 他真的有在写 我们的镜头捕捉到 他写到笔都没水了 还换了一支继续写 朱立伦主持异事 却像没他的事 王金平更是老神在在 台下呛马 他在吃水果 吃水果也是一种烟饰 就跟记彼记一样 你桌面上 你不能一直拿着茶杯喝茶 就会有感觉感觉 政治人物 你还去看他的身体语言 肢体语言 马英九是记彼记 朱立伦什么事都没干 之外的人 对 他反正天下就在我掌控之中这样 那王金平没事干 他总不能笑 那你立委去骂人的时候 他不能点头 讲得好 他只能这样子 台上马王一左一右 台下立委大名大放 朱立伦这位国民党史上 最年轻的党主席 一派轻松 而这套逼宫戏马 他并不陌生 2004年连战败选之后 他到以党主席之之下乡 就现场很多人放炮 朱立伦他某种程度 他是靠向马英九 他跟马英九两个合流 对你连战逼宫 起头是连战对他有恩 可是05年大势所趋 他看到马英九如蓄意东升 所以你就看到他在关键时刻 他非常的技巧 这也是朱立伦给人家的印象 非常投机 非常会算 真不愧是绝快记得 那时候 有人敢于说开第一枪 当着连战面前说要四代交替 也难就是说拧着毕宫 而且还要清理党产 那时候要不是因为 他跟马英九他这边联手 否则在舆论上的效应 并没有那么大 那你现在轮到这个马英九 他跛脚了 在这个马英九还剩下一年多的任期里面 极尽临慈之势 那可是这是国民党的一个宿命 因为马英九过去也是这样子 斗掉连战 斗掉吴伯雄 那现在朱立伦只是轮到朱立伦登场 那你像朱立伦 他们坐在里面 那假装微笑那个东西 成功的或者已经有成就的政治人物来说 喜怒不形于色是基本条件 只做到喜怒不形于色 当然还不够 朱立伦接下国民党还不到两个月 已经笼络不少人心 包括早已经离开国民党的前主席李登辉 想要盖个图书馆 新北市同意用议员的租金提供土地 他认识李登辉很久 而且他的礼数也很周到 他过年逢年过节 也会去看李登辉 送那个蔬菜盒给李登辉 所以李登辉很喜欢他 他跟李登辉打什么主意啊 那是我们政府的土地 你用BOT象征性一块钱 给李登辉个人做他的图书馆 哪有这回事啊 他去交换什么 交换他的政治 自己的政治利益吗 所以事实上在李登辉时期 他就已经串出头 朱立伦不是那种 会跟人家硬干的那种人 他的个性不是 但是你说他知不知道 懂不懂厉害 他当然懂 连战为了要报马英九的仇 那竟然两个小时 就答应把智库交出来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 国民党随时 他们的权力结构在变 那连加猪 等于两个家族的结合 代表说 大家可以联手对抗马英九了 甚至还传出 他也对花联王复婚旗交手 欢迎他回国民党 摆明了马归朱不随 马英九的温娘公俭 是跟你保持距离 朱立伦是会面面顾到 他处理党籍案 他又跟花联县长 护婚旗招手 也要让他重回国民党 那李全教他又跟他唱 你是我的兄弟 其实某种程度 他也是在做动员 那所以他采取了一个 马英九所讲没有 看他没错的 就是他采取的是一个 比较老式国民党的一个做法 不管你是黑的 金的 不管你曾经有过什么样争议 有司法 这个蠶生 那他采取的是一个 拨络的做法 我通通把你 用在同一个龙奴上面 那就等于说 以后我如果需要 在地方上你们支持我的话 那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大中角 任何人上去 不可能说一刀就切了 就把你怎样 所以换句话说 他必须一步一步地走 那他为了他自己的前途 为了党的前途 没有马英九的极端 但是我看到以前 国民党那种老旧势力的影子 只是装在朱立伦那种躯壳里面 白飞带局面对2016在即 民进党早就确定 蔡英文出马选总统 历经九合一惨败的朱立伦第一要务 就是结合所有泛斓势力 可别以为 这不包括现任的总统 所以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 为了党 还有为了整个大局 他必须把黄金平这个告一段落 那你说马英九会不会爽 马英九当然不会爽 所以马英九 那个措辞强硬的那封信 很多人说是他事前 朱立伦告诉他 他就已经写好 不可能三个小时洋洋洒洒洒一千四百字 马英九没有那片措辞强烈的东西的话 马英九自己也没有力 站不住脚 那个是一路眼到底 但是是不是睁翻脸 不是 因为如果睁翻脸的话 大家都没好处 2016百分之百政权没有 你这些政务官通通回家做老百姓 我想去年大概是国民党最被最衰的一年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国民党呼吁团结的时候 大家不要对不起我们党员团结 其实以前开这种会 记者根本不要去 马英九会不会全程 有目的的时候 他通常会坐在那边全程 所以那天他显然是为了表示他的诚意 所以政治人物的眼很大 其实这些都是 不是握手而已 你们要骂 你们就洗脸也好 打脸也好 没关系 我就全程坐在那边 你总不能上来打我 不要小看政治人物 政坛打滚几十年 那种场面都见过 不要小看政治人物的那个 做演戏的本事 党籍诉讼的问题 我在2月25号 已经在我的声明当中 说得非常清楚 当然支持共云党的讲解 我也支持共云党的感觉 对各位的高见 我都听进去了 我们努力来做好相关的工作 让我们国民党 能够在改革跟繁鞋上 能够赢得更大的民心 26年祝福大家 谢谢各位 这一句我都听进去了 是肯定句吗 还是口头禅呢 但看到了吗 当总统说出了这番话 一直保持不可怜 面无表情的王继平 嘴角竟然扬起了 一面神秘的微笑 宣徒一年半的马文正争 就这样戏剧性的收场 既然大家都有人下台阶 接下来又要怎么走 公送总统 像本身他已经落幕了 那过去的我提过嘛 有不同的意见 以此相互尊重 马彦九会越来越弱势 越接近任期的尾声 他的力道越弱 所以不可能再掀什么巨浪 情势比人强嘛 那他的党主席因为败选 而被迫交出来 他等于是说已经不只是跛脚了 他等于双手双脚都断了 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说 国民党的老的传统嘛 就是一党领政 那蛮久后来他 接任党主席任内改成一党辅政 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党边挥动 你不是党主席的话 你在很多施政上面 你很难推动嘛 简单来讲谁要听你的 王金平 你今天你的政治前途 你的未来 还是要靠助力了吧 那院长因为现在可能 你在地方这次春节 您之前有提到说 春节后可能 春节期间来考虑一下 总统的议题 没有 我没有说考虑 我从那一句就说 嫌后再说嘛 嫌后再说 我没有说嫌后考虑 那年后 现在已经年后了 对 以后再说嘛 所以王金平有讲说 不排除年后再想总统大位的事情 那您个人的看法 我们一切都尊重嘛 王金平真的要选总统吗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是下去选区也好 还是你给我一个部分区 你继续给我 那我也是继续给我部分区啊 你只要给我部分区 我就有办法继续做议长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未来 好 你如果都不给我部分区 你竟然要我74岁 我还下去选 这不是折腾我吗 那我就出来跟你拼总统 那某种程度他是看到 朱立伦我看你要不要选总统 除非说今天朱立伦真的不选 百分之百不选 而王金平的民调又真的充高级 取代朱立伦的民调 那大家也许会拱他 他的下一步其实是蛮艰难 如果今天 吴敦义要去选立法院长的话 有可能 那王金平今天 如果还要再去选立伦 很难选吧 如果要不分区又要修改党纲 那也蛮麻烦的 所以其实朱立伦 还是握有全部的权力嘛 大权在握的朱立伦 还是牢牢地掐住了 王金平的耶喉 王金平是真的有意要选 还是只是想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 不到最后一刻 绝对不会亮出底牌的朱主席 当然眼里闲着 国民党其实就像个大恐龙 既无霸你知道 你不可能一晚上之间 把它全部改掉 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先把智库收编 然后放了一些年轻的学者 进去当董事 然后完了 你看他第一步就先把很多党的 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换掉 就说所有马金的那些小朋友 全部被他赶走了 他就用了另外一期人 各县市的那个主委 也通通在换 那个要很大的魄力 那种反弹的力量 你不能小看 国民党基层有马的力量还是有 OK是最弱的 但是国民党要最强 我觉得他的聪明说 他是最弱 他自己说他最弱 没关系 党最强 如果你今天说 我是最强的 大家一定开始打你们 你强给我看 我老是去修理你 他如果他是弱 是不是大家都要帮他 那是因为国民党现在是 家中无老虎了 猴子当大王了 现在内部空虚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六度的选举 他又唯一一个活口 所以你就觉得说 舍他其谁 他就是一个那种绍匡中心 最后肇事孤儿 留下了一个活种 可是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政治巨人 以团结为号召 以巩固领导之心为中心为名 所以你就看到未来会有一些权力交换 所以我根本就觉得他的投机性格 跟他的将冈文化 跟他内理上的霍西尼的这种手法 我觉得那都是很老旺 国民党的传统 换言之 他内心躲了一个小李登辉 他躲了一个小王津平 他也躲了一个小高一人 我可以是最弱的主席 但是国民党必须是最强的 这句话倒过来听野心 当国民党最强 他就不会是最弱的党主席 当党务市政都当了领头羊 各方诸侯归入麾下一把抓 朱立伦就算说了几百次 不选2016 最后也难保不会 舍我其谁 欢迎回来台湾启示录 我是沈翔 朱立伦他今年54岁 在大老林立的国民党内 是相对年轻的政治明星 在外界的感觉当中 朱立伦的从政之路 好像是一路顺遂 平步轻云 而他究竟是什么时候 开始受到瞩目的呢 我们继续来看 陈正涵 翁英俊 以及林景坛的 最统造本 如果你在7月1号 你敢违法动资 第二遇备金 我想你很清楚 你一定会被引诵罚办 10天之内沉沦得这么快 你的理想跑到哪里去了 没有一个部会像你这样子 透过黑手 来把黑手都立法院 抢接立法院 赖文提了银行也反罪 我提了银行也反罪 他都杀掉了 他都杀掉了 就是你财政部应做的 朱立伦不是学政治出身的 他有金融专业 思绪清晰 变财无碍 问政超犀利 让他很快地展露头角 我们主席已经说 我这个可以结束 新生代的生活 开始要逐渐进入中生代 要不要接班呢 要不要接班呢 主席会继续培养年轻人 没有胃科卡 对啊 我们有胃还卡 我们有什么 没有胃科卡 不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位置啊 卡什么位 马立强连线就战斗位置 誓言夺回政权 2008年国民党班师回朝 朱立伦也进入中央 成了最年轻的富格魁 在这里 非常前两天 我跟这个陈总跟军军长下降 有人说你是好像是 无声的副手 那你自己有什么样感想 你不是现在 你现在不就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强悍 可以柔软 朱立伦总是恰如其分 听党安排 几次临闻寿命 投入地方选举 零败机 让他声势一路看涨 在新北市展现了高效率 光环直逼 首都市长郝龙斌 在副局场 这边是主意跟副作 是修一句 你再讲一句 修 如果你们已经变长辈了 或者是说你回家 曾太久 我是没有遇见的 但是在我们的新北市 我们所有的公务员 应该彼此这样的一个心情 一切与服务民众的一切 朱立伦收起笑容 更也怒视 他知道人民碰碰官僚 因此不惜在媒体面前 发局长的投立威 而这位局长 就是17年前 朱立伦选立威时 跟着他上山下海 吃苦的助理大头 在政坛上 他是一个金鱼计算 而且愿意放下身段的 聪明的终身代 这是明星 他的财经的背景 让他对于计算事情 计算数字非常在行 他的从政 跟其他现在国民党内的人 不太一样 所以也就让他觉得说 他应该可以更接近人民 就这样朱立伦一步一步 从国民党的终身代脱引出 47岁担任副主席 54岁登上主席大位 成为国民党历来 最年轻的党主席 朱立伦宣布 2016年不选总统 抛出了内阁制 瞄准的是八年头 如果是内阁制的话 他的首相是可以更迭 每一个对专精的 某个领域专精的 国会的议员 他可以兼任那个部会的首长 这是内阁制 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观座 如果能够如朱立伦的算盘 他所计划的 他一月当上党主席之后 立刻推动修宪 他只要在他的领域 在他的党务方面做好 谁是国会最大党的党主席 谁就是格魁 谁就实质 在领导这个国家 朱立伦的新路线 能让国民党更开放吗 能够改变少数决策吗 国民党能够因此浴火重生吗 艰巨的挑战 早已经摆在一起了 欢迎回到台湾启示录 我是曼翔 朱立伦他是财经学者出身的 但是认识他人都说 他浑身上下都是政治细胞 朱立伦的父亲朱张欣 曾经当过国大代表 他的舅舅林希达 是民进党大老 而他的岳父 更是前省议会的议长高预员 在这样一个政治世家的背景之下成长 朱立伦他从小的志愿 就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 朱立伦他历史长大之后 要当一个政治家 小时候的朱立伦和现在一样 有张娃娃脸 明明也几乎没变 拎着个大平头 夹上两个小酒窝 笑起来很得人疼 特别的气质 梅赫山庄里头 那个房子蛮大的 他是串门子 他现在在称呼老人家 不是什么特意去培训 他自然他的生活圈圈 就是遇到那么多的大家族 舅舅说朱立伦应对进退 大方有理 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梅赫山庄也是他的政治思想启蒙地 吉庆堂里摆放的族谱 一字排开 都是地方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大舅舅林希达 当过两届的大西镇长 唐舅林希摩曾是议员 另一位唐舅跟父亲 还分别代表国民两党 同届竞选国大代表 我们家族非常富有 我是民国五十三年我就当选宣律员 有什么活动还跟着我到宣律会去 他就有喜欢这样 后来他爸爸也当宣律员了 他会走路我 就会帮你帮我 他会写字 就会帮我抄名册 而且我在选镇长的时候 他还是我挂名的助选人 很有想法 然后可能都比我们还要成熟 因为我们可能还只是都在流鼻涕在玩 那他就可能知道说自己要什么 我可能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我们小时候会自我介绍 每一个可能想说我长大要当医生 要当老师当什么 可是他很特别 我应该没有记错 他可能就是说我要当个政治家 所以因为我们不太懂什么叫政治家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来讲还印象蛮深刻的 朱里伦的超龄早熟 不只让同学们觉得好特别 就连教书教了一辈子的老师都说难得 朱里伦他本身是一个 非常具有领导能力 有时候让你做一些让你非常吃惊的事 有一天 他们就在建村里面的一个天竺堂 他就骗我说 老师我们家长要请你做家庭环卫 结果他说 来来来我先带你到天竺堂那边 我们这个信仰中心 我们去看看 结果竟然去是 摆满了水杯 摆满了一插桌上插一朵花 说老师开始上课 让我非常的吃惊 说哎呀 孩子们这么可爱 原来当年国中也要联考 但老师认为小朋友下课了 就该好好放松 不要再做课后辅导 没想到身为班鸟的朱里伦 竟然胆敢把老师骗来帮大家不行 我被他骗去了 你不觉得好窝心 像我们因为都是眷村的小孩 那我们大概小时候就是大家都疯啊 跑来跑去玩 那他比较少看他这样子 他可能就是比较成熟一点 他可能就是念书吧 对 应该是这样 对 他因为这是永远的班长吧 一到六年级都是他当班长 不特别觉得说这有什么奇怪 好像他就是第一名是理所当然的 看花问题 他如果有觉得说这个问题 好像蛮严重 或者说老师我们就看到 逻辑性有一点 有一点不大多 他就会发文 他就会被提出来 这是我们在教学过去的一段 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朱里伦 你可要真的要认真哦 朱里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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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很适合 你有时候一不小心 他会注意到 所以我们在黑马上也算是 有时候还可要步步为言 不然的话你会被逮到说 这个又是算错了 怎样 现在的局势对于朱立伦来说 进可攻 退可守 主控权 都在他的手上 选不选总统 相信到了五六月 就会有结果 感谢您收看 《极限台湾启示录》 我是文翔 我们再会 《极限台湾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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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限台湾启示录》